好的,那我們現在可以正式開始了 阿姨早安,我是剿匪學院 本週匪區最令人震驚的大事 就是前國家總理李克強突然的猝死 以我在匪區生活的經驗 我判斷在匪區最能看出一個人階級身份跟政治級別的地方 就是他在醫療體系裡面的待遇 以貴匪的鄭國籍官員他們享受了醫療待遇來看 我認為至少一定包括隨身的大小醫療團隊 以及14億的候補器官的存貨 我個人是覺得貴匪這些老康女 他們身體有大大小小的問題是很正常的 但是黨安排的醫療團隊在他發病的時候是不是會救他 那就要看當時黨的領導人想不想他活著了 那需要他們活著的話即使把他給熬成了植物人呢 也能讓他賴活到九十幾歲 那但是我們也聽說過 以前在政治鬥爭裡面失敗的人 也很容易被刻意安排的一些不當醫療給弄死 例如像劉少奇、彭德懷、周恩來還有胡耀邦都有類似的這種傳聞 因為您老人家就出生自法醫系統 我們很想聽聽看您對這件事情的看法 那貴匪的領導人這些薛定二的死因 到底是有多少是真的 也有人認為李克強現在反正對習近平幾乎沒有威脅能力 所以習近平似乎是並沒有非要弄死他的動機 那如果真的這麼做了 可能必然是為了要給上上下下的改革開放幹部一個敲山陣 您上週訪談時也說過 習近平目前必須在發動戰爭、清除潛在威脅者 以及樹立接班人等三件大事裡面選擇做幾件 那您認為他如果真的暗殺李克強的話 跟後續整個戰爭的佈局是不是有直接的聯繫呢? 我們先考慮一下 從無聊的技術角度來講 心臟病是什麼東西 比如說最常見心臟病 心腳痛、心肌梗死 或者就是心理失常 兩者都是屬於慢性病 而且都是可以前期檢查出來的 所謂前期是這麼一回事 照醫學方術語來講 癌前病變不是癌症 糖尿病前期症狀不是糖尿病 諸如此類 心臟病前期症狀也不是心臟病 就是說按診斷標準你是沒病 頂多說你是亞健康 亞健康太常見了 年齡超過五十歲的人有幾個不是亞健康 亞健康是一個科普詞彙或者是大眾流行詞彙 就是它不是一個診斷標準 不是任何醫藥上診斷標準 沒有任何醫生會診斷誰是亞健康或者誰不是亞健康 亞健康和健康之間是沒有邊界的 癌前病變和癌症之間是有明確邊界的 不到那個細胞惡變的指標 你不能稱之為是癌症 癌前病變那個人法律上是一個健康人 沒有任何一個醫生說張三是癌前 李四是健康人 你當然可以看出這會引起很嚴重的問題 一個人變成了癌前病變 但不是癌症嗎 他是不可以距離李箴說是 我可以要求一些福利待遇 我跟別的健康不一樣 我是亞健康 或者反過來工作單位可不可以說我解雇你 或者說是我認為你的身體健康狀態不能從事太累的工作 而最負責任待遇最高的工作 王主太累的工作 你見過哪個董事長不加班的 工人可以倒點下班 董事長24小時隨時帶命處理問題 那麼你亞健康是不是你不能當董事長了 人家願意不願意是不是要打官司 你搞健康歧視年齡歧視 所以沒有一個醫生會開證明說某某人是亞健康 亞健康沒有定義 模模模模模模模 但是醫生都知道你就是亞健康 你的皮膚細胞發生了變化 這預示著你將來這個地方陰道的或者是其他的上皮細胞 將會發生癌變 或者將來你的胃腔癢會變成癌症 在這種情況下我是可以 或者說你的腸道膝肉將會變成癌症 在這種情況下至少在美國就是常規體檢就可以建議處理 比如說超過五十歲的人很容易在腸道內檢測出一些新長出來的膝肉 膝肉這玩意兒就叫癌症病變 但是你要是以一個人長得膝肉為理由去說他健康不好不能勝任某種工作 或者他本人以此為理由是我長得膝肉我要去提前退休給我福利待遇 在法律上任何國家法律上都是通不過的 這是可做可不做的而且是沒邊界的現象 但是醫生若然體檢中發現這個事情至少美國醫生是這樣的 他們說管你是不是癌症病變 大致上是對付吸煙一耳 不是說吸了煙你一定就會患肺癌的 但是醫生一定會說不管你會不會患肺癌你先給我健癌再說 對吸肉也是這個樣的 因為你戒煙這件事情沒有明顯的害處 就是你不會因為戒煙而受到什麼損失 就算是你吸了煙也不會患癌症 所以戒了煙我也沒有讓你吃虧 但是如果你吸了煙肺患肺癌 你見了煙我就是讓你占便利了 吸肉也是這樣的 我會讓你只要看到吸肉我就先給你割了 截上吸肉先割再說 如果你的吸肉並不會患癌症 我給你一個微瘡手術把吸肉割了 對你沒有任何損害 但是如果你吸肉中有百分之一變成癌症 我順便給你寧可戳殺一千不可讓一人漏網的 一個吸肉漏網通通給你割了 我給你幫了大忙了 癌症最重要的就是前期治療 超前期治療在癌症病面上就是治療 那我是給你幫大忙了對不對 前期治療就是這麼一回事 很多事情都可以前期治療 而心肌失腸或者是心肌梗死就是屬於這種胃癌症 腸道結腸吸肉的事情 它全部沒有例外的百分之百都是可以前提治療的 早在你達到醫學上的診断標準 可以說你有病以前短著兩三年 多半是五到十年以前就可以給你診断出來 糖尿病也是這個樣子 比如說我可以僅僅凭你的血液化鏈的血糖血脂之類的指標 再加上你的體重呢睡眠狀況之類的下一個定義 最重要還有一個家族史 你們家長輩有沒有犯過糖尿病之類 斷定你是糖尿病的前期症狀 你現在還沒有糖尿病 但是你這樣搞下去你將來早晚會糖尿病 如果你平時不搞體檢 你就是真的等到出現症狀的時候才去找醫生 但那時候對治療是不利的 如果你是一個一般的美國中三年級都是定期體檢 在中國那就是公務員和國有企事業單位的編制人員 至少是三天一次體檢的 不是領導幹部 就是普通公務員都是這個樣子 三次體檢 那麼十拿九穩 假如你是公務員的話 你在心臟病糖尿病發作以前 本來你應該是五年以後才發作的 但是其實你提前三次體檢的 你已經知道這件事情 而你是可以提前處理的 普通公務員 就是說領導幹部那低調待遇比這更要好一些 你很難設想說是李克強這種級別人 他沒有前期體檢 而如果他的醫生連普通現醫院 我敢說就是現醫院的醫生查了血以後 當然還有其他一些指標以後 但是一般來說 僅憑查血查出來的血脂之類的東西 可以六七成準確地判斷 你啊是不是將會爆發肝硬化或者心肌梗死這一類疾病 犯了我都能做到 不是絕對準確的 一般當你知道醫生是幹什麼的 醫生不是說一下就能撈到所有準確指標的 他像醫生像偵探一樣 他是看著一兩個可疑指標 他就說媽的再給我做檢查 福爾摩斯說我再去找新的證據 再找新的證據看看對不對號 如果對號的話再找再找 最後一直找到百分之百的證據 行了咔嚓咔嚓就是你了 就是這樣的 如果我是一個醫生 平時查學我總是要能看到吧 看到一兩個可疑的整項 我就會說再查再查 比如說當然這要看家庭背景 如果是農民工的話算了 我說你現在炸不出錢來你死去吧 但是如果是中央領導的話 國庫會給你敞開供應 我傻逼才不給你查 我看到你的血樣裡面 血糖血脂之類的東西 出現了這個那個的問題 我拍拍老的就會說 總理先生你去給我做一下血液造影嗎 從美國進口一些造影劑 比國產的質量要好 國庫出不是這個錢嗎 總理老大 我們要注意李克強是現在才退休對不對 五年以前 如果他現在真是心肌梗死 五年以前他的血樣一定是有各種指標問題的 這個問題是騙不了的 我們都知道什麼叫退行性病 比如說你被汽車撞了 這個事情醫生是沒有辦法的 醫生怎麼能知道你哪年哪月會被汽車撞的 提前五年遇見到你五年以後會被車撞死 這事超酷了任何醫生的遇見能力 但是退行性疾病是什麼 就是人老了 只要你老到一定程度都會有的 心臟腎臟肝臟所有的臟 全身所有的臟肌功能都在以不同的速度衰減 所有的功能遲早有一天你會全部壞掉 但是你壞在哪一個部分 哪一部分先壞 速度是怎樣的 不可能發現不了 它不是像是被上戰場被槍打死的那樣 一秒鐘以前你百分之百健康 我二十五歲百分之百健康 心臟肺臟肺上面一個斑點都沒有 心臟血管一個脂肪斑塊都沒有 十秒鐘以後一顆炮彈打在我頭上 我有百分之百的健康 變成人純粹的死人 但是退行性疾病 腦化性疾病 像心臟病病都是腦化性疾病 它不可能的 它不可能是0或5這樣跳來跳去的 它必定是先壞你百分之十 然後再壞百分之二十 然後再壞百分之三十 百分之四十 一般來說 你壞到百分之七十的時候 比如說你的肺壞了百分之七十 或者心臟梗死了百分之七十 你還可以活得好好的 大家都知道摘除了一個腎 一個人一點感覺都沒有 另一個腎再壞掉百分之七十左右 你才會感到頭疼 如果你全憑自己的主觀感受 日常不做任何體解 全憑自己主觀感受 那就是你壞到百分之七八十的時候 你才會覺得正理不對勁 然後你才去檢查 那時候要治掉就已經很困難了 如果你日常體檢 那就是說平常的時候 壞到百分之二三十的時候 還根本稱不上生病的時候 醫生就給你發警報了 耶耶耶耶耶耶 你的某個器官糖尿病或者心臟病 要提前警告了 你是不是應該減肥了 要不要給你做點特殊運動項目 或者像拜登那樣給你掏個呼吸器 或者給你鼻腔做個手術 給大腦通氣 或者是做一個腹腔的微雙手術 切個肌肉 或者是你給你血管裡做一個微雙手術 把你血管上堵塞的地方拆掉 對了 血管堵塞這件事情 那不是百分之七十的事情 一個血管堵塞百分之七十 你毫無感覺 百分之百堵塞了以後 還有些支線可以用 而且裡面還可以再通 再通的結果就是怎麼說呢 把原來的那個血管 又打開很多細小的通道 算起來的話 一個靈血斑塊把你的血管完全堵塞了以後 再通百分之十 你會毫無感覺 有百分之十就夠你用了 人體的功能都是很多榮譽的 但是對於醫生來說 等到失到零頭再治疾病 它是很不划算的 比如說李克強真的是在今年心肌梗塞 那麼五年前他老人家還是現任總理 習近平會不會連任誰也不知道的時候 醫生就會說 總理你去做個血管印象檢查 那就像是備餐和你的消化道一樣 看一看你全身血管哪些地方有問題 如果你是心肌梗塞 我們都知道心肌梗塞沒有血管堵塞是不可能的 什麼叫心肌梗塞 心肌梗塞就是心肌的某一部分缺血的意思 缺血缺到十分嚴重的時候你才會心腳疼 心腳疼的時候才會心肌梗塞 缺血為什麼十分嚴重 那你絕不是只有一個兩個地方 你一定是有很多很多很多很重要的血管 而且血管堵塞這件事情是全身性的 比如說你太胖了 吃糖吃的太多之類的 或者是患了糖尿病之類的 你不會是只有一個地方堵塞的 只是一個地方堵得太嚴重 完全堵死了 讓你非注意不可 其他地方堵到百分之七十、百分之六十的地方 你活蹦乱塞 好人一個 只要你的血量檢查 在五年以前出了那個問題以後 那麼醫生給你做一下硬性量檢查 那就一定可以像畫地圖一樣 畫出你全身血管堵塞的程度怎麼樣 我發現你腿上血管堵塞了百分之五六十 但是你裡頭又不是運動員 其實你就是運動員 只要不去奪過岸的話 去游泳、跑步之類的地方 一點都不在乎 但是你心臟這裡 我覺得你五年以後發心肌梗死 完全堵死的可能性挺大的 那時候你應該怎麼辦 你有很多事情可做的 最簡單的事情 我記得楊潔石就是 楊潔石幾十年前都差不多快要死了 到美國去做一下體檢 被醫生哲令以後 搞了一套全套保健計畫的時候 他又活過來了 給你搞些運動器材這些 一般來說就可以反檢 甚至是逆轉血管堵塞 讓你現在堵塞不起來 同時給你身上 中國沒有美國的東西吧 這種東西就是跟移植器官不一樣 比如說在移植器官 你可以到中國來直接移植 在美國你還是排隊抽籤什麼的 因為器官是有限的 但是機械電子設備可以無限生產的 你只要給錢 美國一定生產出來 而且又不是軍事敏感的範圍 保健設施一定可以的 給你手腕上什麼地方 帶一個保健設施 給你心臟隨時報警都可以做到 你總理先生 你日理萬機 你的心血管有問題 給你安一個報警系統 讓你在有一些前兆症狀的時候 立刻報警 醫生馬上衝進來搶救你 困難嗎? 零困難 這是必然會做的事情 而且你還可以做微疮手術 某些血管裡面堵得太厲害的時候 你可以像是在腸道摘出虛肉一樣 人為的載通 把上面的脂肪板塊送到人為的打通 只要打通百分之十 保你不會心肌梗塞 最後就是 哪怕這些事情全都沒有做 你就是一般的工程師之類的 技術工人之類的 但是你在國有企業工作中 你有醫保 有全套醫保 你在心肌梗塞之前 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可能 你沒有進行體檢 沒有進行任何體檢 在心肌梗塞真正發作一、兩年以前 你就開始心腳痛了 在心腳痛一、兩年之前 你就開始揣氣了 走路不上街了 突然走著走 頭暈了 一屁股坐在地上 你不知道什麼事情 你甚至不知道這是心臟的事情 在這種情況下 如果你是有醫保 你應該就已經去看醫生了 只有你是農民工 在這種情況下 哎呀暈一下不要緊 不要緊 過一會兒就好了 我就去看火 但是就是農民工 再過一、兩年 普通一聲 嗚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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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记住,在这个时候你还没有心肌梗死了,你只是心脚痛,心脚痛一般人说发五六次或者十几次以后你才会心肌梗死,第一次心肌梗死你一般也不会死,一般是五六次或者十几次以后,最后一次抢救不过来你才会死。 如果你在吃一个农民宫,你已经坐在地上浑身大汗,知道自己心脚痛痛的时候,你舍得花钱,而且你有能臭的钱去医院的话,我老实告诉你,你还是照样死不了,医生有一百五十种办法把你的寿命延长十倍,让你在十年之内死不了,这唯一问题就是花钱,你要是实在花不起钱的话,那你就去死去吧,没有办法。 但是如果你是国企工作人员或者是公务员的话,有一般的常电疾病肯给你报销,而且用的药又是怎么说呢,用了几十年的,不是什么高薪先进的产品,只有中央领导才能用的,你也许不能搞微床手术,但是血管扩张药你总听见过吧,血管扩张药都用了多少万年了,国产仿制的药功能差一点,负重量多一点,你总可以用的去吧,医保总会给你报吧,你给我吃药好了。 我不能够给你随身监控,但是我他们都可以逼迫你老婆让你随身吃药,你们家的老头子是这样的,如果你家属负起责任来,每天不管他愿意不愿意,每天早上给我把我给你开的药给他灌下去,保证他给你领二十年退休金,如果你不管不问的话,三五年以后他就死了,你退休金就领不上了,这是你们家的摇钱书,你要不要管?一般来说家属是会管的嘛,公务员国有企业事业的退休工资还是蛮不错的,对不对? 一般就是这样的。你要说李克强是心机梗死,五年以前医生居然没有检查出来,这些医生到县医院区,到青海的县医院去当差都不胜任。 再来说,检查学习这种事情需要你什么狗屁技术?你连看X光片那种经验都不需要,机器都替你做了,数据摆在你眼前,你傻逼也能看得出来,你查查电脑资料你就知道数据正常不正常。你要不是蓄意谋杀或者蛮乎之手,你怎么会检查不出来? 检查不出来以后,伟大的总理这种级别的人,你给他各种操作方法你会做不来。如果仅仅是血管堵塞,有可能是心机梗死,早五年就给他把血管疏通了,把监控系统安上了。 他都不用像国际工作人一样天天吃心脏病的药,他什么药都不用吃,一点不影响生活。 手腕上或者什么地方搞一个米粒大小的监控器材,微窗手术用顶多一天上午,所以一天上午不是真正需要手术那么多时间,只是你时间准备需要一次时间。 真正手术的时间是十分钟时间。跟你搞定了以后,十年之内保你十年平安,一点问题都没有。 五年以前他发现以后,至少要到五年以后,从现在开始算的三到五年以后,他才会真正发病。 而且真正发病,哪怕是真的心机梗死,心机死了一拉片,你还是不会死的。 一般来说,心机梗死了一拉片以后,当时冲击过去的,抢救过来以后,心脏又会乖乖跳动下来,心脏韧性是很强的。 这时候当然如果是总理的话,你早就在专家小组的病房里面,各种给你照顾起来,各种基干什么什么的都给你输入进去,保证你的肌肉恢复过来,不可能全部好。 但是你剩下的肌肉好好养护,你还可以大大延长下一次心机梗死发作的时间。两次、三次、四次、五次。 如果你是总理的话,十几次吧。当然这时候你就可能不能去游泳了。 你全身上下插着管子,在重症监护病房里面,情况好之后回家里面休养,情况稍微有一点滴滴滴滴滴滴滴,监控系统报警了。 你现在虽然还没有生病,但是将来轻电波发出了预警,你的心脏可能接下来就要有问题了。 我医生……按说的话,总理他的老人家出去的时候肯定有两个小组。我在宾馆的二楼住着,我旁边第一个房间是安保小组,第二个房间是医疗小组。 你不会像是国企普通工作人员一样,自己跑去医院的。一有最轻微的症状,他们就会从隔壁冲过来的。 然后他们就带你回到医院去治疗,把你治得跟行尸走肉一样,但是你还有口气。 一直活到九十七岁的时候,终于最后一次,这是你的心肌细胞已经坏死了,九十三点五,最后一次发作的时候,终于抢救不过来了。 正常情况,难道不是应该是这样吗?如果李克强身边的医疗小组,他没有医疗小组是不可能的,这是个制度问题。 就像是高级领导,没有警卫员,没有安保系统是不可能出门的一样,这个不是你个人的问题,这是个国家利益问题。 你再也不可能像是十九世纪西西公主那个时代,奥地利的伊丽莎白女皇那个时代, 他用什么什么伯爵夫人的名义到处去旅行,他跟其他所有人一样,到意大利去坐公共马车,到瑞士去坐公共马车,跟普通乘客一样。 所以无政府主义者一刀就把他刺杀了,他身边没有任何安保人员,别人只知道他是个游客,不知道他是某某伯爵夫人,不知道他是女皇。 杀皇号称专制,但在圣彼得堡肩上散步的时候,身边一个警卫也没有,任何人想杀他都可以杀他。 那就是有实际的状态。现在没有这种事情了,就算西方国家也没有。 安保和医药按照你的级别来决定,你不可能没有的。 而且如果你的医生连县医院都能诊断出来的东西,你诊断不出来。这样医生怎么可能长期存在? 他如果真的这么做,那肯定是有人指使,毛泽东同志特别指使,周恩来的同志的癌症要用中央指的,对不对? 上级领导特别给你指定的要这样做,所以你直到游泳的时候,你才不知道你心脏病快发作了。 按说的话,假如你手腕或者什么地方有那样的监控仪器的话, 在你心脏病、心肌梗死、发作以前的两三天,你的血液里面的化学成分会有洒逼、小学生都能砍起来的一个陡身陡降的山峰。 而在你真正发病以前的几个小时,你的心电图的电波已经不正常了。 医生看过多少心电图的电波,就是说,不正常他可能搞错,这种心理失常,防性失常和失常他可能会弄错之类的。 但是正常的心电图是什么样的?大家都是千篇一律,千篇一律,黄波四波这样的千篇一律,他看过一百万次了。 他至少能够看出你现在的心电图跟两个小时间的心电图不一样,而且是个不正常的心电图。 在预示了你两三个小时之后会出事,他马上就会过来了。 他五分钟之内就带着全套的医生小组和医疗仪器抢救设备到了你的房间里面。 接下来就是做下一步检查,你先别去游泳了,我们先做下一步检查,就地检查一下,然后再去专门指定医院进行全套复杂检查,检查完了你才游泳。 这次世界是没有可能发生的。发生的是什么意思?要么全部故事都编出来了,别人给他打一层青花甲,或者是像王小波很有可能是那样的, 有两个壮汉把他拧起来,脚离了地,因此从背后拧起来,脚离了地,没有办法使劲了。 用枕头捂住口笔,或者是用沙袋痛击近动脉球,或者是太阳鞋。 他在垂死针扎的痛苦当中,手在空中乱抓,但是既抓不到在背后拧他的人, 也抓不到任何可以像单杠那样可以抓住自己,使自己着地摆脱的东西。 他只抓住了墙壁上的石灰,他抓住墙壁上的石灰,头也碰到墙壁上, 手指上和嘴里面啃满的石灰。 这是一个被谋杀的人,在垂死针扎的时候,在背后被看不见的背后的壮汉拎到空中, 无法抵抗的情况下,痛击要害部位或者是窒息而死的症状。 他不是新藏民突发的症状。 王小波的家属不一定知道,他们不是医生,但是医生要不知道是不可能的。 心肌梗死是常见病,心肌梗死是常见病,傻逼都见过。 就算一般家属也知道,我们家老头子。 而第一次心疼,满身是汗,汗从额头上留下的,我赶紧扶着他在床上坐下,到他一次化妆,两次化妆,我送他去医院,儿女轮流看守他三至四次,花了很多很多钱,五次六次,最后终于撑不住死了。 那是很漫长的过程,不是一步到位的。一步到位,其中必有猫腻。 要么这件事,他根本不是心肌梗死的,是被其他方法谋杀了,然后对外宣称是心肌梗死。要么他真的是心肌梗死,世界上哪有这样傻逼的医疗团队啊? 这个医疗团队像项英的或者什么人的警卫员一样,奉了上级的命令,你就要这样处理李克强,让他去死。 中央领导受的安全保障是特别好的,这个安全保障不一定他有理由。 你以为你的警卫员或者是秘书这些安保人员是听你指挥的吗?不对,你老婆都不一定是听你指挥的。 有一个老革命妻子,姓田什么老革命妻子说,夫妻双方都是党的人,谁被骗到党,夫妻双方都应该拔出枪来杀他,为党利杀他。 你的妻子她是你的女主人,是你的生活秘书,奉党的命令来帮助你工作了。 但是如果党认为你对党不忠的话,你的妻子就是第一个杀你的,更不要说警卫员了。 如果你觉得女人不好下属,吃碳情报还可以,杀人还是有男人来想,你的警卫员。 你的警卫员在你忠于党的时候负责保护你,在你不忠于党或者认为党需要让你为国家住宿牺牲的时候,他就是负责杀你的。 平时让你很难被杀的因素,也就是到真正危险的时候让你逃都没办法逃的因素。 康有为看到欧洲的国王冬孟就上战场死了,或者说我们就被人刺杀了。 然后他又去看了一下王公,后来鲁迅狠狠吵着他说,西洋各国之所以有弑君之势,无非是因为弓强太矮。 但是康有为的时候切腹之痛,但他就没有想到,欧洲攻抢太矮有一个好处在哪里,出了事情之后国王是不是很容易跑了。 平时安保不到位,但是出了事情之后你跑起来很容易,身边没有能保护你的人,也就是身边没有能杀你的人。 康有为最热爱的光绪皇子要跑,你往他往哪里跑呀?大刀王武用什么办法才能救出康有为?如果康有为是塞尔维亚国王的话,大刀王武真的能把他救出来。 正如康有为所说的,这些国王所做的皇子只不过是比平常资产阶级富将住的皇子稍微好一点。 大刀王武主持十五个人的侠客队闯进去把国王救走,这是做得到的。 政变当局过来杀国王的人,也就是几十个人或者几百个人,带着枪子杀国王。 国王平时安保不到位,他危险的时候要逃也逃着。 你让胡耀邦或者李克强要逃着,比如说李克强说习近平这样恶整我,我他妈的逃到美国去成你流亡政府。 他要逃到美国去,比我老人家逃到美国去,成你大树名目流亡政府要难多了。 一般人不会觉得你他妈的一个研究生,一个博士生跑出去成立一个流亡政府,大学里面能有多好的安保系统来盯你。 但是总理就不一样了。 你要是敢露出一个想要外逃成立流亡政府的眼神,你肯定就在你在卧室里面被警卫人员活活勒死,然后对外说你是心肌根死。 必然就是这样。 就是说李克强想让外逃成立流亡政府,并且被勒死,然后对外声称是心肌根死,可能性并不很大。 但这个可能性比起他真是心肌根死,而没有能力去抢救的可能性,还是要大出至少五十倍。 而且我请注意,还有一点就是,习近平并不想让大家真的相信他的话。 他不会说如果是这样的话,他会编的比较像让人家,而且还会出很多体验报告之类的东西。 他不会说你发病以后,我们带着他去医院,但是已经来不及了,这是谁的生活状态啊? 这是国有企业退休工程师的生活状态,脑子我有全套医保,生病不愁花钱的事情。 但是要有专家小组跟在我们家卧室里面,他们还不够资格。只有我老婆会平时照顾我,没事,老婆平时照顾我。 发病的时候,我老婆孩子送我去医院,或者叫救护车送我去医院。 李克强他们是这个级别吗? 他的随身医疗小组,他去游泳,他总有住的地方吧?他住在哪里?某某宾馆是不是? 该宾馆上面没有他的安保小组,没有他的医疗小组,竟然需要临时去找医院,耽误最佳抢救时间。